新北市三重区凌晨一名男子跟朋友餐续喝得醉醺醺的 直接穿越马路横躺在路中间 一辆小黄赶紧绕道 但后方另外一辆计程车驾驶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 车身还直接重压在男子身上 还好男子命大只有多处擦伤 凌晨男子喝得醉醺醺 边走路边回头跟朋友说拜拜 眼看他走向一辆计程车 但却不是乖乖搭车回家 而是把马路当成自己床铺 直接躺下来呼呼大睡 后方小黄见状赶紧绕道而行 但接下来另一名计程车司机 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 整个车身重压在男子身上 车头都被抬起 驾驶警觉好像撞到人了 立刻下车查看 计程车车灯碎裂 保险感也撞凹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区 28号凌晨一点多 这名24岁的许姓男子 跟朋友聚餐喝得醉醺醺 但坚称可以自己回家 才刚跟有人说再见 下一秒直接倒卧车道呼呼大睡 遭到后方小黄重压 索性他意识清楚 只有多处擦伤 没有大碍 六十八岁的小黄问奖 没有酒驾半夜出门跑车 却意外撞上睡在路中间的民众 整晚生意都没办法做了 实在很无奈 事故的肇事责任 还得等警方进一步理清 介绍了米州成为全新北市采访报道